男子躺在宣傳車上一動也不動 救護車趕到現場 立刻將人抬上單架送醫 男子頭部流血躺在泄龍界的宣傳車上 一早服務處人員看到嚇壞了 立刻打電話報警 警方調閱監視器卻看到詭異畫面 凌晨2點多 這名男子自行爬上泄龍界的宣傳車 就這樣躺到天亮 被人發現時已經陷入昏迷 驚悚的是男子身邊放著一把水果刀 身上更藏了一張紙條 上頭寫著我恨泄龍界 原來這名無姓男子長期失業 鄰居說男子曾經開過刀情緒不穩定 夫妻感情失和 吵架後帶著刀子和紙條離家出走 警方調閱監視器發現男子翻進宣傳車後 都沒人在靠近 初步研判男子應該是意外摔傷 但詳細案情還是得等人清醒之後才能釐清 記者來關張李維珍 台南報導